四人飞机飞回来的时候,还是降在傅家,因为时间比较晚了,已经接近凌晨四点 爸,这天还没有亮呢,要不你就在这里休息吧,反正你的房间也还在的 傅云瑞本来是想要点头的,但是他想的不挺好,觉得还是回家睡比较安稳 儿媳妇,不了,我还是回去,等天亮了,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呢 他也不是全然闲散人,他也是有工作的,比方说,他那个半死不活的珠宝公司 行,那您路上小心 傅云瑞看着儿媳妇远去的背影,他感慨了一下 我这辈子既大得了,才有这么好的儿媳妇,比我那几个儿子女儿都关心我 冯瑕听到这话,嘴角微不可见地抽了抽 你老真是想多了,我们夫人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冯瑕,你等会儿就把那块帝王绿搬给希希 其他四块,我自己找人来拿走 冯瑕点了下头,表示知晓 简一熙回到楼上卧室,一推开门 发现房内的灯亮着,而傅亭浩则是从浴室里出来 你现在才洗澡,不会告诉我,你忙回到现在吧 你不在,我睡不着 难道我今天要是不回来,你就整宿不睡了 傅亭浩猛然低头,在他唇上清了一下 你先去洗澡 简一熙没料到他来这一生 他仿佛还能感觉到唇上的那么温热 连带的让他的脸也有些烧起来 这人可真是的 傅亭浩见他不动 你是想要我帮你洗 那也可以的 可以你个头 简一熙朝他翻了个白眼 然后走向衣帽间,拿上自己换洗衣服 直接去了浴室 傅亭浩看着那关上的玻璃门 他微眯了下眼睛 觉得这门可以换一下来 换成在外面都可以看清里面的那种 简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本来他还以为他要做点什么的 却没有想到他今天居然如此老实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你这边步了一路很累了 我要让你看一下 我其实啊 也是很体贴的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就把人给搂进了自己的怀中 这种熟悉的贴合 让他感觉到自己那根缺失的肋骨回来了 他整个人这才变得完整 把人再搂进几分 这才重新闭上眼睛睡觉 第二天 潜熙醒来的时候 发现傅亭浩居然还在床上 不免有些奇怪 你今天不去公司了 一个工作狂居然还赖在床上 这就有些不正常了 傅亭浩看向他的时候 谋色有些暗 因为有些事啊 睡前没办 所以现在得办一下才行 潜熙的脑门轰了一下 这家伙一大早的 就在跟他开车吗 你 后面的话还没有收出口 他的唇就被堵住 什么事 不丁浩 你老婆也就是我嫂子 听说手上有五色葫芦兽 我想让他留一块玉佩的料 给我家闺女行不行 文妖接到消息 听说那块葫芦兽还不小呢 应该能云出一点来的 你闺女 这都还没有生出来呢 你怎么就知道是闺女啊 没准儿 就是儿子呢 你懂个啥 我男人的第七感告诉我 那一定是闺女 而且必须是闺女啊 要不然 他怎么当傅廷浩儿子的老丈人 傅廷浩直接喝了一声 这生孩子的事 还是他能够决定的 这事 我可做不了主 哎呦我去 居然还有你傅廷浩 做不了主的时候 我靠 这可是太稀稀了 你这婚结的 简直就像是把你重洗了一遍呢 傅廷浩懒得听闻瑶再胡扯 直接就挂上电话 不过没两秒 闻瑶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傅廷浩 你别急着挂呀 你们要是舍不得福度寿 那么 嫂子手中的帝王绿也行啊 我就打块玉佩 用不了多少玉的 你的消息 倒是挺灵通的 老头子把帝王绿 给捡一些的事情 也就凌晨回来的事 这会儿 才一个上午过去 居然都传到了 文瑶的耳中了 哎 我这消息灵通 还不是你那个 文瑶突然想到 傅廷浩特别讨厌 那几个兄弟 于是便快速地改了口 这事是傅俊喜传出来的 因为他们兄弟俩人 估计得到消息 这次他们亲爹赌一掌了 所以一大早就跑去 想要分义去了 结果却得知 傅云瑞 把最好的那块帝王绿 给了你媳妇 这对兄弟 在傅云瑞那儿闹呢 没其他事 我就挂了 等一下 傅廷浩 你问问嫂子呗 跟他说一声 我会给他留块的 因为开着免提 姐云西是听到 两人对话的 那就谢谢嫂子了 对了 嫂子 如果预料有多的话 能不能给我媳妇也留一块 这好预养人 送他一块带着 让他的身体更加好 我按高于市场价格给你 钱就不用提了 我给你们留两块 就这样 谢谢嫂子 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以后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婆婆的 我女儿以后 有你这样的婆婆 我就放心了 他这女儿都还未出身呢 居然就打起他儿子的主意来了 我们不报办婚姻啊 大清都亡了 难不成 还有皇位要继承 非得在妈妈肚子里 就定娃娃亲 傅廷浩 倒是不排斥这事 毕竟拐的是别人家的闺女 又不是他家的 不过 也不想跟我要胡扯 他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上了 爸 我看不如这样 国外的教育体系蛮好的 至少比国内好 不如 我给那五胞胎安排一下 让他们在国外受教育 也免得那几个孩子 受他们那上不得台面的 七妈影响太大 一个个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母亲呀 这是 爸 我是傅廷浩的公公 五胞胎是傅家子孙 难不成我会害了他们 这是趁着他们年纪小 正是可以掰成性子的年纪 我是为了让他们有个正确的是非观 这也是为了他们和傅家好呀 那可以 但是 恐怕很难带出去 爸 这就不用你管了 你只去同意就好 其他的我来安排 傅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最终点了下头 必要是默认 罗老师走进教室 傅玉凡 你带着你的弟弟们出去一趟 你们的家人有事 来学校找你们了 五胞胎一听有人来找他们 表情并没有激动 反而是有些疑惑 刘老师 来找我们的是男是女 他们有没有报自己的名字 还有没有说找我们是什么事 是平常接你们的那个人 老师在校门口 看到他很多次了 老师是说高叔叔吗 对 就是他 那就麻烦老师 把高叔叔给叫过来吧 行 高先生 麻烦你来教室一趟 男人的眼神闪了闪 好的 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高叔叔 小少爷们 你们过来 主子和夫人已经回来了 我带你们现在就过去找他们 我给妈妈打电话 富朗二 蒙不迭地说道 贾高终一听 当即开口阻止 三少爷 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就行 那行 我就不答了 对了 高叔叔 请你这么一提醒 我突然想起来 要是妈妈知道我们还没有放学 就早退的话 那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我看 要不高叔叔再等等 一会儿是先回去 等我们放学了再来接吧 富老三点头 嗯 对 还是等放学了来接 我们好多天没有见妈妈了 不想惹妈妈生气 下节课正好有个英语小测试 我们要考个好成绩 让爸爸妈妈开心一下 对 我要考满分的 测试绝对不能错过 贾高舟心想 这几个小鬼 为什么这么的难搞啊 贾高舟气得横向上前 干脆直接把人给绑回去算了 可是他知道 在学校教室里绑人 那绝对是不行的 那行 我就在外面等一会儿 转身走出教室 妙的 这几个小鬼都成精了吗 还是说 他们认出他的不同 但是很快的 就把这个想法给甩出脑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的面容可是跟高舟非常像 就算是成年人 恐怕也看不出来 更别提才六岁的小鬼了 他走了 父老大 我也点了下头 表示知晓 其实刚刚他们差点就被骗着跟着一起走了 要不是那个假的喊错他们的名字 他们还真是没有看出区别来 如果是真的高叔叔 那么肯定能看出来的 而这个假的 先前喊错 那就是很不对劲 你联系到高叔叔了吗 刚发过去 等会儿就到 这坏人也太坏了 居然长得跟高叔叔一个一样 傅云瑞来得很强 正好看到高舟从学校出来 高舟 原来你也在这里啊 今天我正好有空 我也是来接我那几个乖孙的 我是来接几个小少爷的 但他们说要等放学了再走 这要找借口离开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朝着他走过来 高特助 现在要离开吗 保镖的话 让假高舟原本一来的打算打消了 对 下一秒 他被这两人一左一右给制住了 傅云瑞被这突如起来的状况给惊着了 你们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抓高舟 先生 这两人叛变了 你快走 快去通知其他人来保护小少爷 傅云瑞听到他的话 震惊地看向那两个保镖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他儿子选的人居然还有叛变的 他是假的 高特助可不会连我们两个都打不过 不过仔细想想也是 别看高舟平日里一副下面虎的样子 但是他的武力值那可是很高的 眼神一下子锐利几分 说 你是谁派来的 居然还跟高舟长得一模一样 要不是这两保镖要来得及时 他刚刚恐怕还真的是被骗了 下一秒 他震惊地发现 这个男人的嘴角流血 然后闭上眼睛死了 他这是咬毒自杀 他的牙力藏毒了 我靠 这到底是谁派来的人 居然派个现代死士过来 那些人想要对我乖僧做什么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不仅高舟到了 警察也到了 接近的还是乔野乔队长 他让人迅速进校 在不打扰学生的情况下 进行调查 我先把人给带走 你们这边有什么消息 及时跟我回报 那就麻烦乔队长尽快结案 另外 我也很想知道这人 是从哪家医院整的容 我也好去那家医院会会 要不然 今天死一个假货 明天 又给他整出另外一个假货来 那他真的是要被个应死了 很显然 有人打着五包台的主意 你们还是 尽量小心一点 高舟点点头 目送他们上车之后 这个才看向傅云锐 先生今天怎么会来这里 高舟 你不会连我都怀疑吧 我是那种丧尽天良的人吗 那可是我亲孙 敌亲的 先生不要生气 我没那个意思 只是随便问一下而已 不知樊夫人想要对我们几位小少爷做什么 这派人都派到学校去了 我是派人去接了 但是我派去的人可还没有到学校 谁给你的权利来质问我的 你们连几个孩子都保护不好 居然让他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看来那几个孩子交给你们还真是不行 他们还是交给我比较好 我会把我们傅家的继承人好好培养的 你连自己教的废物都培养不好 居然手还伸到我儿子身上 你认为你配 傅廷浩 我好歹是你大姑 你的教养呢 难道是因为一个女人 你这么多年的教养都喂狗吃了不成 她的教养自然是对人 而那些不是人的东西也配合她谈教养 你 你这 那小声重的让高中听着都疼 俯仁威武 你这贱人 我今天要是不把你给弄死 我就不叫傅木琴 可惜她的手还没有碰到简一夕 那脸的同一个位置又被扇了一巴掌 这次的力道比刚刚还要大 她整个人被扇倒在地上 简一夕走到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我的儿子也是你能动手的 傅木琴居然派人到学校 去抓她儿子 她整个人都要气疯了 以前你可能不知道我的性格 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一声 谁要是敢伸手到我儿子那里 我不仅会剁她的手 我还会让她生不如死 你可懂 贱人 你放开我 你这种贱人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她的脸再次被删 这次不止一巴掌 而是这巴掌身就没有停的意思 啪啪声一直响着 让人听着胆战心惊 老太太给气得都快发心脏病了 住手 快住手 一个个都是死人吗 赶紧把人给我拉开 谁敢 你们要是不想混了 那就走一步 优人和保镖一个个的都不敢再动 来人 把老太太和老爷子 全都给我送到疗养院去 没有我的吩咐 任何人 不得靠近和探望他们 他的声音一落 立即从外面借了很多保镖 直接向那二老走去 傅廷后 你敢把我送到疗养院去 爷爷 我给过你机会了 可惜你却没有真心 他就没有办法了 转过头看向高舟 你亲自去办手续 现在 就把他们狗带走 夫人 锦衣系已经停手 他指着被删得 面目全非的人 把他狗送到乔队长手上 证据我随后就给他发过去 好的夫人 把人送过去之后 你通知下去 我要凡家破产 另外 把凡家父子以往的罪证 就提交上去 让他们余生 都在牢里度过 傅廷后 你敢 你等会儿在警察局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我敢不敢 除了佣人和保镖外 就只剩下傅廷后和锦衣系了 傅廷后上前几步 来到锦衣系面前 他用自己袖子 擦锦衣系的手 看着他手袭红得厉害 不免心疼 下次 这种动手的事情 就别干了 再不急 你用鞋也行 夫人 老爷子摔没了 简衣系听到这话 他非常震惊 老爷子摔没了 怎么会这样 这昨天晚上 才送进疗养院的 今天就摔没了 十分钟前 老爷子从那台阶上摔下来 脑袋直接磕在了一旁的大理石上 当场没了呼吸 葬礼过后 简衣系就不再关注父母会 他们了 反正这种自私的人 在生活条件骤变之后会怎么样 不用想都能预料到的 那些糟心事 也随着时间的消逝 而渐渐的被遗忘 讲真 简衣系还是挺享受现在的生活 毕竟再也没有那些糟心的人 出现在他眼前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 外公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没想到你先打过来了 我和你五姑婆 打算提前去你那里 你要不找个时间来接我们一趟 简衣系听到这话 非常的意外 要知道 先前他一直想要劝他们来京市 可惜外公倦得很 说少等到婚礼前三天才会到 没想到 现在他就改变主意了 那我等会就飞过去 正好再再说一言 明天回京 也行 那你就过来吧